本届特区政府非常重视青年的发展 我在三个月发表的2018年施政报告中 在《与青年同行》专章里面提出 希望为不同的背景 不同阶层的青年人创造空间及提供机会 让年轻一代看到曙光和向上流动的机会 举例说 现在每年平均有超过六万名香港青年 参加由特区政府举办或者是资作及卸调的内地和海外交流 还有超过一万名的青年参加实习或者是工作加期的计划 借此认识国家的发展 透过国际视野 请不吝点赞 订阅